我们的富人通过六个不努力方式变得富有 我们的道圣和夫越是贫穷 在这六个方面越要努力 我们的道圣和夫 几年轻人的忠告 马云曾经公开说过 我用了很多年才明代的事情 而道圣和夫几十年前就已经领悟 或许你并不熟悉道圣和夫这个名字 但在创业家和企业家的领域 他可谓经营之盛 甚至马云曾数字主动与他会面 虚心请教公司经营的事情 在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常常需要向那些已经踏过这条路的人学习 道圣和夫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创业家 他的故事不仅令人鼓舞 还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探讨六个方面 这些方面构成了道圣和夫成功的关键要素 无论您是正在创业的初学者 还是希望在生活中获得更多成功的经验 这些方面都将为您提供宝贵的指导 道圣和夫曾在书中提到了六个富人 很少做或不做的事情 但穷人却常常陷入其中 接下来 我们逐一梳理这六个方面 一 白手起家和坚守梦想 道圣和夫的白手起家故事激励着无数人 他从一位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开始 创办了三家世界五百强公司 这一旅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克服了种种困难 坚守着自己的白滴地哀和拯救日本的梦想 他的坚韧和毅力成为他成功的关键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中 这个方面教导我们不仅要有雄心壮志 还要有不屈不挠的决心 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 反败为胜 道圣和夫的故事告诉我们失败并不是终点 而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他曾经面临公司濒临倒闭的困境 但他没有气馁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了局面 这个方面强调了坚韧和应对逆境的能力的重要性 成功往往伴随着挫折 而那些能够反败为胜的人最终才能够站在巅峰 三 愿意做不起眼的工作 在他年轻的时候 道圣和夫卖指代的谋生 这看似平凡的工作 最终成为了他成功的起点 这个方面告诉我们 不论工作大小 都应该用全力去做 因为成功的道路 往往从最朴素的工作开始 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自尊心 阻碍了我们追求成功的脚步 四 控制欲望和精打细算 道圣和夫提到了不买不必要的物品的重要性 这个方面强调了理性消费和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太多人因为物欲而陷入了债务危机 而成功的人则注重每一笔开支 只购买必要的物品 这种理念有助于积累财富 并为未来的投资奠定基础 五 承担责任 成功人士通常会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 这个观点的背后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道圣和夫认为 只有承认失败是自己的问题 才能够改进和成长 这个方面告诉我们 不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 而是应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 从中吸取教训 六 个人成长和财务管理 最后 文章强调了成长的重要性 成长需要付出努力和牺牲 但它远比沉迷于无效社交和无意义的消费更值得 成长是投资自己是远离贫穷的关键 不要陷入短视频和无谓争论的泥闹 而要专注于自我提升和赚钱的机会 这个方面强调了改变思维和行为的重要性 让我们能够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我们深入探讨道圣和夫的成功方面后 我们不禁被启发和感动 白手起家 坚守梦想 反败为胜 愿意坐不起眼的工作 控制欲望和精打细算 承担责任以及个人成长和财务管理 这六个方面共同铸就了它的辉煌 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原则都是通往成功的重要指南 成功并不是偶然 而是经过艰苦努力和明智决策的结果 通过学习和运用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更好地塑造自己的命运 实现更多的梦想 道圣和夫的故事提醒着我们 无论从哪里出发 只要我们有决心 毅力和智慧 就能够取得成功 不断前进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